到底谁还在买丰田 他们又在买丰田的哪些车型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11月份丰田最热销的10款车型 首先第一名的是风兰达 这是一款SUV的车型 但是你能想象得到吗 它的售价居然从10万块钱起步 最贵的也就16万块钱 或许正是因为它低廉的价格 所以在11月份它的销量达到了2044辆 成为了11月份丰田最热卖的车型 那么第二名是凯美瑞 这可以说是丰田一直以来热卖的一款明星车型 11月份一共卖了19783辆 并且它比它那些老对手卖的都要好 第三名又是SUV车型 丰田的RIV4荣放 这也是一款丰田的明星车型 11月份一共卖出了17486辆 第四名还是一款SUV车型 卡罗拉瑞放 11月份的销量13521辆 第五名卡罗拉轿车 这也是一款丰田的明星车型 11月份的销量13343辆 而它的姐妹车型雷琳 排在了第七名 11月份的销量7687辆 比它少了很多 那么第六名又是一款SUV的车型 威兰达 这应该算得上是RIV4荣放的姐妹车型 11月份的销量12932辆 第八名亚洲龙 有人说它是第一配版的雷克萨斯ES 那么也有人说它是plus版本的凯美瑞 11月份销量6825辆 第九名汉兰达 这又是一款丰田的明星车型 以前曾经是要加价才能够提车的 现在据说已经开始降价促销了 并且促销的销量也不是特别好 11月份6413辆 第十名赛纳和汉兰达一样 之前赛纳也是要加价提车的 只不过现在的赛纳已经放下身段了 据说也能够优惠了 11月份的销量5866辆 这个成绩不算好 但是也不算差 那么到了第十名销量已经到了5866辆 后面的也就更低了 咱们就不说了 以上就是11月份丰田最热销的十款车型 那么你喜欢哪一款车型呢 那么这个里面有五款SUV车型 四款轿车车型 以及一款MPV车型 虽然没有哪一款是真正的大爆款 但是丰田就是这样 众多车型基本上销的都不会差 所以它的一个整体销量也不会太差 现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姐妹车型 这个概念 它也是走得非常好 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下面 都有自己的热销车型 那么欢迎购买了这个丰田车型的车主 在评论区来留言一下 你们为什么选择了丰田的车型